如果給你4萬塊錢 你會購買人生中第一輛汽車嗎 我現在開的這輛車是08年的馬自達6 擁有1447匹的馬力 2.0升的排量 包括它的183牛米的扭矩 那經過10年10萬公里的洗禮 現在這輛車的價格在36000元左右 如果有這些錢 你是會選擇這輛車 還是會去選擇一台搭載了 Intel i9 10980HK加RTX3080 Laptop的頂級外星人遊戲本 今天我們倒要看一看 這台售價超過一輛二手汽車的Alienwear M15 R24 到底有多出眾 才能讓土豪玩家心動 Alienwear除了高不可攀的價格 最讓人們驚驚樂到的就是Logo的信仰力加持 這台M15也是不例外 筆記本A面正中央就是一顆帶有RGB Logo的標 右下角則標有15的字樣 除此之外整個A面就沒有其他的元素了 非常的簡潔 但翻到筆記本的尾部 我們就能夠看到 Alienwear一向的家族式設計語言 風波狀的散熱開孔 再加上貫穿整個尾部的環形燈帶 真的是與Alienwear的主機設計搖翔呼應 正面看上去外觀算是很帥 但相較傳統的電競遊戲本來說 又要更加內斂一些 在整機的厚度方面 也的確設計得非常克制了 最厚的地方僅為19.9毫米 重量方面 單論筆記本的機身重量在2.27公斤 再加上我們240W的適配機車後 重量在3.28公斤 以內部這樣子的旗艦機配置來說 M15算是輕薄了 打開筆記本之後 B面就是一塊15.6寸的1080P分辨率 300Hz刷新率的霧面屏 這台M15的配置已經是最強的了 但為了電競的需求 還是用到了一塊超高刷新率的1080P屏幕 屏幕素質方面經過紅蜘蛛校色役的實測 這塊屏幕的色域覆蓋能夠達到100%sRGB 屏幕亮度方面最大也有344nit 色調響應與屏幕均勻性方面也算是及格 色準方面最大DeltaE4.59 平均DeltaE1.29 這樣子的表現對於一台旗艦級別的遊戲本來說 算是能夠接受的水平 日常使用還是綽綽有餘的 來到筆記本的C面 右上角又是一顆信仰滿滿的RGB Logo 並且還兼職了開機鍵的功能 在鍵盤方面 雖然這是一台15.6寸的筆記本 但並沒有配備小鍵盤區域 筆記本的左右兩側也是留有了一定的餘地 這次最新的M15 R4的頂配版本 採用了Cherry MX iX型OE式機械鍵盤 內部結構採用了OE式設計 不過中間加入了一段彈簧 保證機身輕薄的同時 使鍵盤擁有著機械手感於1.8mm的漸程 不過這個手感嘛 就怎麼感覺和普通筆記本上的鍵盤沒兩差 哦 原來我們這台並不是頂配版本 依舊採用的是薄膜鍵盤 打擾了 雖然有些可惜 並沒有體驗到超歪軸機械鍵盤的手感 但在鍵盤RGB方面 二斤這回可是有了充分的體驗 我手中的配置的M15 支持單鍵RGB調色 也就是說我可以用AlienVR Command Center 完全自定義每顆按鍵的顏色 甚至還能用它來顯示一些圖案 還是挺有趣的 全局RGB方面自然是有著多種燈光模式可以進行選擇 總的來說在玩燈這方面AlienVR真沒怕過誰 除此之外 鍵盤下方觸控板雖然它的面積不算大 但是表面採用玻璃材質手感是一級順滑 是我接觸到的遊戲本當中觸控手感最好的一台 不過考慮到遊戲本日常使用場景下 我們一般都會外接鼠標來說 這麼好的手感卻很少能利用到 還是挺可惜的 翻到筆記本地面 我們能夠看到大量的散熱開孔 同時底面腳墊也是比較高的 盡可能為這些散熱開孔留出了一些空隙 讓它們呼吸新鮮的空氣 接下來讓我們拆掉底面面板 打開之後我們發現這台M15內部 竟然搭載了三個M.2插槽 兩個標準的R80以及一個比較短的R30插槽 筆記本還自帶了一塊2TB的三星PM9AE 不愧是4萬塊錢的電腦 硬盤容量給的還是相當的足 實測的連續讀取達到了2800MB每秒 連續寫入也有2650MB每秒 速度上是挺有保證的 此外筆記本板載著一顆支持WiFi6的 Killer AX1650W無線網卡 這塊無線網卡支持160MHz的通道 理論上最大的帶寬可以達到2402Mbps 相比上代的WiFi協議提升還是非常的多 無線連接性能方面也有所保證 此外還有板載的32GB 2933MHz的DDR4內存 雖然是不支持內存替換的 但對於大多數玩家來說 32GB的內存算是遠遠的超出需求了 電池方面 這台筆記本搭載了一塊86W的大電池 可惜在10980HK與RTX3080 Laptop的面前 再大電池它也是指老虎來續航呢 就別提了 二斤就算把它放在一旁 亮著屏幕待機去使用 這塊電池也充不過4個小時 那就更別說功耗拉滿的遊戲場景了 散熱方面 M15 R4升級到了Cryotec V3.0的散熱系統 採用了4熱管雙風扇的設計 並且在熱管與CPU、GPU之間 還有真空腔的均熱板 在實際烤機測試當中 30分鐘單烤GPU RTX3080 Laptop的功耗 在130W到140W之間浮動 此時的核心溫度75攝氏度 而在單烤CPU時 CPU的峰值功耗在116W 溫度只上100攝氏度 並且在30分鐘的烤機測試當中 始終維持在這個溫度 30分鐘之後 CPU全核心頻率維持在了3.6GHz上下 此時CPU的功耗維持在了81W 而在最後慘烈的雙烤測試當中 經過30分鐘之後 顯卡核心溫度維持在了77攝氏度 功耗保持在了125W 而我們的i9-10980HK溫度依舊是100攝氏度 全核心頻率降到了3.1GHz 此時CPU的功耗維持在了51W 整機噪聲維持在了55分貝 鍵盤區的溫度大概在45攝氏度 看來相比AlienVR主機上的蟲動散熱系統來說 M15筆記本終歸受限於物理體積 想要鎮壓住其中兩顆性能怪獸還是挺難的 在筆記本的外置拓展接口方面 M15做的還算是不錯 整具擁有三個USB3.2 Gen1的Type-A接口 一個MicroSD讀卡器 一個HDMI2.0 一個Mini DP1.4 一個RG45網口 一個音頻的輸出接口 一個支持雷電3的Type-C接口 這裡我們是要多說一句 雷電3接口鞋也可以說是非常的全能了 除了最高支持40Gbps的數據傳輸以外 還支持到4K分辨率的視頻傳輸 如果你有一台支持雷電3的顯示器 那外置拓展起來會非常的方便 此外這個Type-C接口10寸可以進行PD充電 連接Micbook充電的時候 充電的功率可以達到60W 相比原裝的240W電源來說 雖然它是杯水車型 但面對一些關鍵的時刻 這也算是聊生於無吧 此外還有一個AlienVR自家的外接顯卡 拓展物專用接口 但二斤再多說一句 根據我查詢到的信息 目前AlienVR自家的顯卡拓展物 暫時還不支持RTX30系列的顯卡 最高僅支持到RTX2080Ti 面對機身內自帶的這顆 支持顯卡支聯最高140W功耗的RTX3080Laptop來說 外接顯卡還是不值當的 但甭管我們用不用得著吧 反正人家自己就是帶著呢 也許這就是4萬塊錢筆記本最後的倔強吧 聊完M15本身接下來也該讓我們來聊一聊它的性能了 內部搭載了一顆i9-10980HK 在Intel 11代移動版標壓處理器面試之前 這顆10980HK還是Intel最能打的移動版處理器 8核心16線程 基礎頻率在2.4GHz 最高睿頻5.3GHz 14nm的製程工藝 標稱TDP在45W 這顆性能怪獸的熱量想必大家已經在之前的考級測試當中領略到了 雖然這顆10980HK搭載的是 Intel R睿頻加速MAX技術3.0以及7VB技術 可以讓這顆CPU自動去識別到最快的一到兩顆核心 讓它們的頻率跑到一個非常高的水平 但這顆處理器也的確會受到散熱表現的限制 這也就是為輕薄機身所做出的無奈妥協了吧 我們這回還是按照老慣例跑了一圈專業測試 例如Cinebench系列與Vray Benchmark的成績 就直接放在了屏幕上 大家可以來參考一下 在Blender渲染測試當中 這顆10980HK也取得了3分27秒的成績 那與這顆10980HK搭配的性能怪獸 當然就是RTX 3080 Laptop啦 這顆GPU基礎功耗在125W 通過Dynamic Boost 2.0技術的動態調整 這顆3080Laptop最大功耗可以上幅到140W 雖然算不上特別的高 但畢竟它是一顆3080Laptop 基礎的性能還是有所保障的 還是按照慣例跑一圈3D Mark以及Superposition 這樣子的測試軟體 接下來就該到我們的遊戲測試環節了 一定要讓我們去看一看 這台售價不菲的遊戲筆記本 它能夠跑出怎樣的場子 在遊戲測試當中 我們這回選擇了1080P分辨率來進行測試 遊戲畫質默認最高 並且開啟光追與DLSS 首先來看電競遊戲絕地求生 在這款遊戲當中 我們的10980HK上來直接全核3.9GHz 溫度也是最高 直接飆到了102攝氏度 即使在最高畫質下 遊戲運行幀數也能維持在130-140左右 接近電競144的標準了 而在全戰三國當中 M15也能取得平均幀86幀的成績 即使最低幀也有個67幀能夠流暢的去遊玩 到了優化非常良好的德軍總部新血脈當中 在打開光線追蹤與DLSS情況下 最終平均幀依舊可以達到171幀 嗯 非常不錯 接下來是老遊戲GT5在這款遊戲當中的10980HK 加RTX3080 Laptop的組合 也能夠取得100幀以上的長跡 運行起來自然是很流暢了 而到了無主之第三當中 最終遊戲DEMO平均幀也接近100幀左右 能夠非常流暢的去運行遊戲 最後就是剛剛更新了1.2版本光修復bug 就修出了一個5513的Cyberpunk 2077 這回我們依舊使用超級性能DLSS模式去對抗變態登輯的光追特效 最終遊戲內的整體幀數可以達到70幀上下 看來即使是更新30GB的遊戲文件 也依舊是改變不了這個遊戲嚴重吃硬件配置的屬性 面對這台售價接近4萬元人民幣的Alienweer M1524 二斤說實話還就真沒有什麼辦法合法合理挑出什麼毛病來 我們非要說的話 只能說這台筆記本沒有搭載任何生物識別系統 沒有辦法使用指紋或者是Windows Hello登錄電腦 其他方面這台M就幾乎可以說是做到了極致 無論是硬件的適配上還是軟件的適配上 Alienweer這個品牌確實一向主打高端定位 我身邊有個朋友 他曾經說過買電腦 那就買外星人啊 你什麼都不用懂就可以玩了呀 當然前提是你的錢包它得足夠強大 聽完這句話我只能感嘆一句 有錢真好 好啦 本期的二斤自製到這裡就要結束了 不知道屏幕前的小夥伴 對這台遊戲本中的奢侈品有什麼看法 歡迎大家在彈幕與評論區當中發表你的觀點 喜歡這期節目的小夥伴也別忘了 圓二斤點贊投幣收藏轉發 還沒有關注二斤的小夥伴也別忘了 戳一戳上方的關注訂閱再順便打開你的小鈴鐺 那我們下期再見啦